早晨, 醒了 早安, 昨晚我們… 昨晚麻煩你送我回來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做早餐給你吃, 謝謝你 Samuel, 抱歉, 昨晚… 別說昨晚了 我沒試過喝到這麼醉, 都斷了 那你斷了, 真是什麼意思? 我只記得你扶我上的士 之後就…一片紅白 希望什麼我到處都是 對的, 有時候人家不記得好 那倒是, 影響到別人的東西 你來幹什麼? Jesse, 其實我知道你和孝明 已經分手很久 但是她好像還是纏著你 需要我調走她嗎? 其實我已經跟她說清楚了 應該沒問題的 況且她是能幹活的人 放她在你身邊多好 那既然你是兼職的 你會否考慮真的給我一個機會 其實我們只認識了好幾個月 只是在公司上有來往 大家都不太了解對方 坦白說, 我是一個很慢熱的人 我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了解一個人 才決定會不會跟她在一起 我希望你明白 那聽起來我也還有機會 起碼你會告訴我 我們應該由會聲認識開始 那希望你真的會給我機會 好好地認識你 對不起 Chloe, 現在家庭處於困難時期 我以為你會支持我 誰知你是唯一反對我的人 我是支持你為這條家著想 但是這條婚事是Chelsea的幸福 怎麼可以由你們決定的呢? 你也會說是Chelsea的幸福 那怎麼可以由你去替她說話呢? 對, 龍文彪以前有過很多緋聞 但是有哪個年輕人不會這樣呢? 況且近兩年她修心養勝了 如果你可以放下對她的成見 細心去欣賞一下她 你會發覺其實她對Chelsea很好 絕對不是玩玩玩的 那也要Chelsea喜歡才行 如果她討厭龍文彪的 就不會私底下跟她約會幾次了 我會說是她的 Chelsea, 你仔細想想 Chelsea從小到大在馬家 都是要看人的認識 沒有人尊重她, 沒有人疼她 她甚至連自己的幸福也掌握不了 但是現在有個男人, 疼她、愛她 嫁給她不是讓留在馬家 做兒子女會更好嗎? 既然如此, 讓他們兩個慢慢了解 真的覺得還好才再說婚子 沒時間了, 公司解決不了財困的問題 會連湯密碼頭上的項目也有影響 甚至會影響整個馬市 但是這樣也不是由我們來決定她的幸福 老爺剛才說了 他說所有的決定權交給Chelsea 我絕對不會給壓力給Chelsea 我絕對不會給壓力給Chelsea 是否只要她的心甘情願嫁給農民標 你便不會反逼?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